Hello 大家好啊 今天是我一个人的逛街日 其实今天不是为了逛街了 主要是昨天我把我那个LV那个墨镜给摔了一下 摔完了以后就那个镜片上就有了磕痕了嘛 然后我昨天就说去买一个新的 因为那个之前我带的还挺合适的 结果去了店里说因为可能时间永远久 所以就不再生产了也没法订货 今天就只能来这个相接的LV总店那边实施运气 订货是肯定没戏了 但是它这边总线这边有一个LV的那个维修部 我拿我的墨镜过去看看能不能维修 现在旁边有起了一个迪奥的大店 这家迪奥店这个建置了以后 应该是巴黎最大的迪奥店了以后 好大呀 这边就是LV了 这是这个LV在法国的最大的店了吧 应该是整个全法国最大的店 因为我们每次都是从这个正门进去嘛 果然这边正门今天排队的人也挺多的 哎呀 我觉得我不想在这边排队啊 今天那个LV后面排队的人倒不多 但是我刚才问了一下 它旁边有一个更快速的一个进入通道 我去那边找一下吧 看看能不能直接上到那个LV的维修部 也不知道这个墨镜它能怎么维修啊 因为我那上面有一个磕痕 估计它也不能是抛光打磨吧 看看能不能换个镜片啊啥的 香榭利舍大街 看看LV的这边好像是有另外一个入口 你看这边入口就完全没有人 这边是LV的维修部门 果然这边是一个单独的一个部门 从这边上四楼啊 这边好像是LV的维修部 在这边等一下吧 它这好像在这就可以维修啊 它这好多的这个零件什么 就像是修表的和那个手镯的 在这儿等一会儿吧 现在还今年可能周日的原因 只有一个人工作 一会儿看看 问一下我那个能不能处理我的墨镜 它说这边维修 主要是维修什么包子上的扣子啊 拉锁啊这种小问题 如果大问题的话 它就得回到它的工厂了 工厂在巴黎北边 这边可能那个烙印烫金刻字也是在这儿 其他的就是包包上的一些配饰什么的 可以在这儿修 维修成功 也很开心啊 我的这个墨镜可以换那个镜片 我还特意问了一下 它这个一般它说包的这种维修年限比较长 一二十年呢都可以来维修 它那些配件什么的都是有保存的 但是像墨镜这种 就是因为它造型什么的 可能会换得很快 它说可能大概是几年吧 几年之内可以修 它这个维修时间还真是蛮久的 不过法国人的这个工作时间吧 可能这种效率也就在这摆着了 全球人都知道法国人工作慢吧 他说换个镜片要两个礼拜到八个礼拜 也就是最多大概要等两个多月的时间 所以大家看一下 如果在巴黎维修的话 就不要在门口排长队了 从旁边那个专用的通道就可以上去了 好了 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拜拜 拜拜